龜磊了 還有蓬菇 你不看 很多人都會怕 都抬頭看一下 居民圍在擋土牆旁 擬據委屈 因為這座擋土牆出現了軍列 牆面凸起 讓居民好擔心 我們就看那個表面 已經蓬菇起來了 你現在蓬菇再來就是落了 是不是 因為你做這個槍 雖然說地理的你用這樣 是沒關係 你要講 這座擋土牆要弄好水 是不是 他沒有了 後來我們再叫他做這個管子 後來才做的 而居民也反映 擋土牆下方有泄水口 直接排出到303巷路面 有時水量大 也有污水 讓居民無法忍受 比較大 因為這個水都沒那麼大 它那個灰水會湊 整個都下來了 從那個廣線 這個排水一直都有 下雨天下大的就會往這邊排出來 新豐街303巷旁 這一帶都是透天別墅 但隔壁的400戶大型社區 僅有一牆之隔 就隔著這一面擋土牆 外牆被漆上天空欄 但這幾年來居民卻發現 上方的擋土牆凸起 軍列現象越來越嚴重 像市議員余美麟陳情 現在已經年代也久了 大概二三十年了 現在它的牆有龜裂 跟那個已經有 就是凹凸不平的那個狀況了 到底是雨水還是生物污水 我們也是會請相關的單位去調查 那最重要的就是要先請 都發出邀請我們那個建築師工會 來去看一下結構的問題 那如果結構有立即的危險性 那就必須要做補牆的工程 所以我們也請這個社區 能夠來散盡社區的責任 原本居民一度以為 擋土牆內是一座水塔 經過隔壁社區人員說明 擋土牆上方是一座籃球場空間 卸水空主要是排水功能 完全的空地 然後民眾玩的地方這樣子 對 沒關係 就像杜阿提說的 請那個建築師工會來評斷 你們認為應該 對 因為我們都不夠專業 也會找那個建築師工會這邊 來做牧師的勘察 那必須給予改善的建議 會勘後決議 市政府杜發處 將請專業技師到現場勘察 而經過日前到現場 實際的勘察結果 黨組牆安全暫時沒有立即危險 協議所強調 未來將針對牆面進行彩繪 記者 黃紹明 接融報導 不是水塔 排的時候會臭嗎 這樣子 你僅然會輕鬆 收衂